我第一次去印度的時候 在等行李轉盤的時候 就遇到一個台商 他說 你意味人喔 我說 你剛才來印度喔 我說 你常來說 我常來啊 你有帶操友玩嗎 我說 沒有耶 怎麼可以不帶 他行李先來了 這罐給你 我來幾次 我比較不會 我比較會動 這罐給你 我才會怕到你知道嗎 結果你知道我在印度有沒有吃操友玩嗎 沒有 沒有 還便秘 吃羊肉吃到 我去的時候 因為剛好 那個南部有積溫 群流感 有那個積溫 所以我們都不能 就市場就不賣積了 對 反正你都要吃飲料嗎 對啊 所以我每天吃飲料 吃到喔 有一天喔 要把那個 坐火車要把行李放上去有沒有 我自己聞到自己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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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從來都沒有那個 自己沒有什麼體味的 你知道喔 自己聞到自己有體味 你自己聽得到 那是很恐怖的 你看喔 你連鎖10天吃鹽肉 你絕對有味 是喔 那很準的 所以難怪印度人都還滿有味道的 真的喔 尤其是飛機上 廁所也很有味道 那亞若妳為什麼那麼喜歡印度 我覺得印度真的是一個讓人非常又愛又恨的國家 像是我覺得女生就一定會喜歡印度 因為印度非常Bling Bling 像是這個超多亮片的 那另外呢 我本身非常的喜歡喝印度奶茶 非常的甜 那印度音樂我也非常的喜愛 印度建築也非常的漂亮 而且我覺得印度是世界上很難得的一個國家 它是擁有高山 沙漠 或者是森林 湖泊 還有很不錯的海灘 真的很棒 那妳會唱印度歌嗎 會唱一點點 可是發音沒有很標準 她會唱印度舞這大歌 對 我之前有學過 因為我覺得印度歌 不管是什麼那個 那種抒情的 還是雄壯的 還是什麼 奇怪都有那種 對 我超愛的一種音樂對不對 這個叫Kamaka 他們翻譯那個就是那種鼻腔 他們翻譯的位置很高 而且他女生是用假音唱歌 因為假如印度音樂沒有這個 叫Kamaka 這就叫裝飾音女士 沒有這個裝飾音 就不是印度音樂 真的喔 它跟DLE密發說 D到LE之間 它就很卡卡卡 示範一下 那個雅肉帶你唱一首來 是我們 他 大家很會 PADESIA YES PADESIA YES 很好聽喔 很好聽喔 我可以再來一次嗎 可以可以可以 好 PADESIA YES PADESIA YES 就這樣 好像這樣子 對 滿好聽喔 這是什麼意思 這好像是什麼 我有點忘記 應該是我愛你之類的 它其實是一個非常性感 就是一個女秘書 她在勾引那個老闆的時候 她唱的 對 原來妳喜歡這個 聽起來還蠻好聽的 你 因為他們念經的聲音 他們念經的跟我們的也不太一樣 對 念經的那個 對也是那樣 我覺得印度音樂它迷人的地方就是在 像一般的西方音樂它都是拍子都是規律 可是印度音樂它會呼快呼滿 所以非常的有變化 它的Rhythm幾百種 就是這個節拍非常複雜 是這樣最複雜的 對 像學印度舞就非常困難 因為忽快忽慢 所以不知道要躲快要躲慢 對 因為我是看 他們不是有介紹印度嗎 那種電視啊 對 就是說 其實他們的少女 其實跟我們的少女也一樣 就很多人其實很有活力 而且會創作 對 那他們有舉辦那種 類似台灣那種偶像歌的這個比賽這樣 那個星光 星光 印度星光 印度星光 對 然後你知道那種快節奏的歌 不過我跟聽起來其實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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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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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講奇怪 他們的節奏什麼都 只是稍微輕快一點 但是對那個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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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對啊啊啊那妳總共去幾次 我去了N便了吧 因為我本身是空浮員 我們公司本身就有在非德里 那我自己因為是空浮員的關係 可以拿優待機票 我自己平常就會開別的航空公司的票 或者是印度國內線的機票 就到印度各個地方玩 恩賤 對 你這個 有什麼奇遇嗎 很多耶 驗遇超多吧 它一定有驗遇吧 驗遇平常在飛機上就滿多的 不一定要去印度 可是我覺得在印度比較煩的就是 搭訕 像印度 女生的背包客 尤其是像我們這種亞洲人 他們都會以為你是日本人 然後在路上就會一直叫你 然後就一直想要問你說 你叫什麼名字啊 要去哪裡啊 但其實他們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要跟你賣東西而已 他不是要認識你啊 應該不完全啦 最常見的這樣就是說 我哥哥啊 他是那個 賣布的Pashmina 你要不要去看看 然後可能你去完他哥哥的店之後呢 他就說我弟弟啊 他是賣那個印度香水 要不要去看看 就是他家族有很多人 可是大家都長得不一樣 我哥哥賣布啊 我弟弟賣衣服啊 我賣身體啊 亞洲太客氣了 印度男生非常喜歡跟女生搭菜 對 超得的 然後特別像這麼漂亮一定不只是賣東西啦 對 還有其他 因為印度男生通常對女生有 對外國女生有一種幻想 因為他國內是很保守 他不能對自己的同胞毛手毛腳 對啊 到外國他就很保守 對外國女生很有幻想喔 非常有 就是他們 他們不能跟本國的人毛手毛腳 因為他們有很嚴格的那個中間規範 可是跟國外人就不一樣 國外人不在同事之內 對啊 不在他們的規範之內 像是我帶印度啊 我就覺得很奇怪 像北中南各個地方去 可是大家的台詞都是一樣 你要不要按摩啊 我可以提供你免費的按摩很舒服喔 然後我一聽就趕快裝龍作搖 就趕快加速逃逸 欸 我們都沒有這種交易喔 沒有啊 我們也被按摩 我多講別的好了 他們在 對 抱歉 而且最可怕的是就是 像我去住民宿或是住旅館的時候 常常他們都會來操我 就說要不要來按摩 但是其實他們都是經理 然後是男的 而且他們也真的不是按摩的專業工作者 不然他在幹嘛 他就是要 那你沒有死 要把門推過去 對啊 那你有沒有看看他按摩的技術好不好 我沒有試過耶 因為他不是真的 對 我知道那是假的 對啊 因為是免費的一定有貴 那 每人說去那邊 這個人家就提醒他要吃炒油彎 那你去那邊都沒有拉肚子嗎 要幹嘛 其實我拉肚子的機會非常的少 大概只有一次就是 那一次我在 漢比南 印度的一個城市 那我點了一盤炒飯 我想說炒飯應該是熟的吧 可是那時候因為是戶外的餐 因為我們是背包客嘛 就沒有在很高級的餐廳裡面 那當時大概有二十幾隻蒼蠅吧 而且怎麼揮都揮不著 他們就一直留在我的那個飯上 然後可是我又好餓喔 所以我最後就決定好吧 那我就跟他們一起吃炒飯 然後我就這樣吃 然後他們也在吃我的炒飯 結果那一次我就拉 可是只有拉一次就好了 本身體還不錯 那要跑廁所方便嗎 還OK啦 可是印度蠻多都是敦式的廁所 印度廁所 我有招片 來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也有招片 這個很特別要介紹一下 這個印度廁所 真的是很妙很妙的地方 這是墩 這是他們標準的傳統式廁所 然後重點呢 你看這個 就是在哪裡的 這是高級的吧 這好乾淨耶 這個大概是一千塊的鋁色 我待會有一兩百塊 真高級 一千塊算高級的 我都住兩百塊 不過他們的設備要特別好好講一下 你看這個是那個沖水的地方嗎 所以頭是朝這裡的 重點是呢 你在這邊找不到一個放衛生紙的地方 所以你頭朝這邊的話 屁股就會朝這邊嘛 然後這裡有一個小小的水龍頭 有沒有看到 那這裡有一個小小的水桶 所以你方便完之後呢 你就是左手伸出來 正好就碰到這個水龍頭 那之後呢就是把這個桶子 再移過來一點可以接水 然後你就是用 用水洗屁屁就對了 用潑的 用手洗屁屁 用手洗屁屁 所以他不能走手 不能用走手 吃東西抓東西 對 重點是你頭不要撞到 不對 你頭要向這邊 你倒手伸出來才會多 這個水桶 那個水桶還大的 我看到那邊都是一個鋼杯 都小小的比較多 對 比宿口杯還大一點 你如果手洗好 你這個水就把它倒進去 對啊 所以去一定要認識印度的廁所 就是每個旅客都要的 那布先生 你第一次還習慣嗎 其實 其實國內 你有用衛生紙吧 國內一直有一個偏見 就是說印度買不到衛生紙 其實他們還是買得到啦 只不過印度沒有像我們 什麼什麼什麼便利商店 什麼那麼多 不是我是說你第一次用手洗 我可以跟大家講我有試過 感覺如何 就是 就是洗啊 我以為常常洗人 免不了會有這個經驗 因為有時候你可能身上剛好沒有 對 然後路徑隨俗 路徑隨俗嘛 然後還有就是說 我這邊也補充一下說 假如是說 等一下問我不稀請 這個 女生 我 你看到這樣廁所結果 這一個算非常高級的廁所 我本身 因為我住的旅館都稍微便宜一點 那妳的這個著手 我的著手 基本上我衛生紙不離身啦 雖然說衛生紙蠻貴 我還沒有試過 可是我覺得好奇怪 那妳說它這個算高級 那妳兩百塊的是長什麼樣 兩百塊就是全部水泥地 然後沒有地磚 然後有的時候 還有住過更便宜的 尤其是在夢賣 或是下Bangalore 比較貴的城市 就是衛浴都是要跟印度人共用的 你自己只有一個小小的超破 那妳穿這樣上廁所方便嗎 穿這樣基本上蠻難上廁所的 對啊 那不是印度 其實我有問過 正統的印度女人 她們是全部撈起來上 對 她們下面會穿嗎 我一直很好奇 那看材質 像這種是比較透明的話 它裡面會有搭一件 就是相同顏色的長裙 那上廁所還是全部撈起來 這樣子上 所以還是沒有穿嗎 你是說內褲的部分 這個我就 我想她們應該有穿了 我看到她們都有在賣 喔 喔 OK 你還在找廁所 不對 等一下 來 先休息 我還有一個廁所 欸 妳有這樣介紹真的是 你這個廁所真的很高級 這個 這個在那個 好 pou的 回家 小禮子 來吧 見不到